世界十五大奇景 所以因为它是季节限定 为什么季节限定 网络上面都说几月份才有蓝眼泪 四到六月 对不对 所以四月一号开始 真的马俗的旅游真的爆掉了 真的游客真的有够多 多到真的是 大家都为了蓝眼泪而来 但是为什么呢 会说四到六月才有蓝眼泪呢 因为四到六月的天气不冷 不热 不冷不热 所以呢 而且呢家庭主妇就有感 为什么家庭主妇就有感 家里面没有拖地板 都发觉地板都是湿的 湿气 所以呢意思是说 这些藻类呢 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 所以温暖潮湿的时候呢 这些生物就会大量的出现 它就会大量的出现 但是呢 它很小颗 因为它很小颗 我刚才说马皮里沙子还要小 所以呢水的温度 水的温度跟气温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啊 水的温度如果高或24度 这些生物 它不会在水面上 让水的那个温度 把它给探熟煮熟 它就会往哪里 你看 它会往下沉 因为水底下的比较温暖 因为水面上有太阳晒嘛 对不对 但冬天的时候呢 水的温度 低过14度 它这么小 它不可能在水面上 把它自己冻死 它也会往水底下沉 所以呢为什么说 四到六月 四到六月 它比较会大量的出现 像这样大爆量 但是也不是每一天哦 但是也不是每一天 所以它跟温度有关系 它跟温度有关系 就跟气温 跟气温有关系 跟水的温度就有关系 那它在水里面 它不会自己发光 因为它发光靠哪里呢 外面这一圈是它的发光体 然后呢 缺角的这个地方呢 缺角的这个地方呢 有两个细T的触角 一个触角呢 靠它来抓取 比它更小的生物来吃 那另外一个触角呢 是靠它来游泳 所以它在水里面会发光 只有两个现象会发光 一个碰到天底 鱼蝎嘴巴张开 要吃它的时候 它跑不掉怎么办 那这里发光来吓不敌人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个呢 在水里面会发光 首先是海水的波动 海里面不是有波浪吗 海水有幻动 海水拍打 刺激它 它就发光了 这个呢 原理呢 就好像说 有时候我们参加活动 可能主办单位 会给你一个 那个什么 凌光瓣 凌光瓣给你的时候呢 不是就透明了 一个地理 一个地理